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5日,今天要講誰呢? Kristopher Ray,克里斯雷克托,也就是之前FBI局長 其實美國只不過是Banana Republic,你有什麼好賺呢? 我不明白有什麼好賺,自由民主燈塔,布林肯保得住自己的悶道 先說話吧,在這裡說要什麼?捍衛美國價值 誒,加下你那些謊言成癖,這是什麼價值來的? 什麼浪費了?捍衛價值 之前在這裡說美國最大的威脅來自於俄羅斯 你一聽已經知道這傢伙,擺到明就是,又在這裡忽有大眾 我有兩股魚,左邊就是亞馬遜食人倉,右邊只不過有一條金魚 然後你就在那股金魚那裡貼著,小心危險 因為我極度懷疑,股食人倉是不是你養的? 先說回克里斯雷克托,最近他做了什麼呢? 就是去參議院那裡作證,說回1月6號國會山莊事件那些 而他的立場,你都基本上可以知道的了 就是上到去的時候呢,他就說,1月6號就跟Antifa沒有任何關係 就是整隻那些John Sullivan走了出來的了,拍照了 他就說,並不存在任何那些叫做假特朗普總統支持者 就是那隻John Sullivan是什麼來的? 他擺明是BLM和Antifa的一員來的了 這些就叫做睜大眼說謊了 我是不認啊,吹啊? 那你還加上那個牛頭人 那那些人在那裡幹什麼呢? 請問怎樣呢? 蘇聯跟他們沒有關係 他們走進國會山莊了 尤其是那個牛頭人在招搖過市,大無私讓,走進了會議廳 但是同時間呢,他又認定1月6號的國會山莊事件 是一些國內的恐怖主義 最恐怖的就是那位退役的呂空軍 就被他那班所謂的國會警察一槍斃命 這個我就覺得真是恐怖了 而另外他說那些什麼?有警察因此而身亡的 那個警官就叫做斯尼克,已經有媒體 找了事件的真相出來 那個警官是因為中風所以出事的 但是克里斯雷弗托又說還要研究 要研究些什麼呢?死因應在調查中就是怎樣? 他怎麼會無緣無故中風呢? 就是因為那幫人太恐怖了 他的意思就是那個警官中風 是跟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有關的 他們穿著衣服各樣 已經足夠,嚇到警官中風了 而參議院裏面那些共和黨員 就是麥康諾爾各樣那些 他們的提問也是令人失望的 就是你想著彈劾案件 不成事 共和黨員都應該很團結才是 但是其實那幫人都是三監其口 對於1月6日這件事 你說真的要挖上真相 各樣出來 他們就沒有這個意欲 似乎 召喚這個克里斯雷弗托 他們是想看看有什麼實在的證據 可以老屈這個特朗普總統 不奇怪的 就以最近的國情之民為例 突然之間有一個潛伏的分子 就幫這個特朗普總統設計那些 不是擂台 他以前上過擂台 設計那個叫什麼 演講台 設計的時候 他又擺了以前 1940年代 德國那些標誌上去 然後就老屈 說特朗普總統 是國內的恐怖主義 然後又找幾份報紙 不斷寫 作故事很厲害 現在這個聽證會裏面 你見他們對於 John Sullivan等等那些 沒有繼續問下去 而事實上 你見到 如果你是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 1月6日之後 那些FBI找你的時候 他們不讓你保釋 而那個John Sullivan 嘟一聲就出去了 就是朝中有人好辦事 而當日聽證會 你想著他都應該會問一下 那位退役女空軍 那些東西 是不是 那個補兵來的 但是 對於 這位為國家付出的女軍人 巴比特女士 她們隻字不提 一個問題都沒有 他不會問一下 為什麼當日 那個 國會山莊的 警察中衛 面對著 手無寸鐵的 巴比特女士 會對她一擊斃命呢 這個 不合比例 的武力 如果你用在 Antifa BLM 身上 美國就不會這麼亂 所以這招真是 你跟那些警官 各樣的說 那些人很恐怖的 小心點他們 而另一邊 你就又跪又拜 不是呀 Pelosi 對於那些 BLM Antifa 單膝跪拜 以示尊重 甚至乎 離譜到有些左翼的分子 有人就問過 就說 喂 新疆維吾爾那些人 你們有沒有出過聲 你們不是說自己 要捍衛這個世界的自由民主 價值 人權 等等的嗎 他們的回答 竟然是 那些維吾爾人 有沒有關心過 黑人的命 這個都可以是答案 而對於 很多特朗普總統的支持者 當日 就只是 跟著人家進去 被人以這個 非法闖入國會罪 隔離 甚至乎 施以刑罰 又或者是 關進牢房 共和黨員 都從沒有關心過這件事 意思是什麼 當日 你們自己去 你們就要自己負責任的 問題就是 當日 他們不是強行衝進去 你是見到 有警察帶頭 引他們進去 你叫得人進去 的時候 人家當然 都沒有想過這麼多 事情 可能是想著 進去 叫口號 想那些議員 聽到一下民意 如果你是確切 守住條 紅線的話 也不會 引發這些 事件 還有如果 你是說 真正的恐怖主義 例如 當日 有報道 說 裏面可能會有一些 爆破事件 出現 你又不刮空手 出來 很明顯 那些就是 John Sullivan 散播謠言 你又不會去跟進 根據 Newsmax 其中一個主持人 Great Kelly 他都說到 支持特朗普總統 的一個 組織的創始人 Carle Griffin 他當日 沒有進去 國會大廈 但都被人困住了 而且 沒有得保釋 都有原因的 他當日沒有進到國會大廈 但是 他又進了禁區 被人 在他社交網站上 找到 那張照片 所以就 坐他 而 Griffin 是新墨西哥州 其中一個院長 但他沒有做過任何事情 當日 犯了什麼重罪 扣押至今 喂 差不多一個多月了 所以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1月6日之後 世界很平靜 各樣 彈劾案件 即是不成功了 沒有事發生 實情 是有一群人 在當日 集會裏面 被人拘捕了 而跟著 民主黨的律師 真是正 他就說什麼 因為 Griffin 他是拒絕 承認拜登 是一個總統 而這個政府的律師 又是司法部 那班人 跟他說 拒絕接受拜登 成為總統的話 是 蔑視總統的任命 以及蔑視 參議院官員 確認的 這個 司法官員的權威 因為 拜登 是經過 確認的了 就不應該 你到今天都還不承認 而法官 也都在說什麼 雖然 他當日沒有說 很重罪 那些 只不過是很輕的罪 但仍然會被繼續扣押 因為他是無視事實地說 喂 這些很明顯 就已經不是罪犯了 這些叫政治犯 然後之前 彈劾案 不成功 但是 麥康奈爾 還沒有放棄 他說 可以從一個 政事偵測 方便的方向 著手 而的 確 司法部現在在研究的是什麼呢 就是研究 將當日 1月6日 發生的 騷亂 和一些煽動 陰謀指控 打算團結一切 而這個可以是 一個重罪 刑期最高 是可以20年 也就是說 麥康奈爾 那塊餅夠大了 他想為特朗普總統 吃那塊餅 就是吃完之後 就可以坐20年 我也是那句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正義必勝 我不信這些東西 我只相信 手段必勝 你是厲害的話 真是贏的話 麻煩 像樣些 如果不是 你想一下 1月6日那班 都算是死忠的 很多人 就因為特朗普總統 現在被人 彈押 他是對不起支持者 除非你之後 有很好的補償 如果不是叫人 怎麼支持你 就好像有個醫生 在1月5日 6日的時候 他是那些 前線醫學組織的人 一直提倡 使用HCQ 而且是有效 但是 你知道 HCQ 在去年 是被很多的 醫學雜誌禁用的 原因 就無須多說 而那位醫生 你不知道 可能是因為 1月5日 6日的時候 發表過 關於HCQ的演說 然後 被FBI當成 頭號敵人 有20個人 拖著槍 衝進去家 拘捕他 是不是又是那些 煽惑罪 所以其實美國 目前來說 是非常嚴重 就真的 不要以為 有什麼言論自由 而實情 FBI今時今日的角色 只不過是 錦衣衛 今天說到這裏